竞选灵活的飞跑跳跃,警车民敌呼啸而过,经费交手,拔枪激战。 这些多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画面,却在香港警察学院轮番上演。 当地时间1月12日,为庆祝香港警队成立175周年,香港警务处举行香港警队175周年大会演,即警民同乐日,让市民近距离接触和了解警队工作。 上午10点半,开幕仪式正式开始,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,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王志明,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,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等出席开幕仪式。 林郑月娥在致辞中表示,香港的良好治安,警队的文明和专业,是她多年来外访推广香港时的经营片。 警队近些年来勇于改革,并注重拉近与市民的距离,取得非常好的成绩。 香港的良好治安,警队的文明和专业,令我们成为举世公认最安全的城市之一。 也都是我多年来外访推广香港时候的一张金鸣片。 随着社会的转变,无可避免有一些新的罪案出现,而警队一直勇于改革,自我提升,以精益求精和无比坚毅和决心,面对困难和挑战。 我留意到警队的社交媒体账户很受市民欢迎,至今合共已经有超过20万名的追随者,显示警队在这一方面的工作是十分成功。 此次共有八个警队精英队伍参加香港警队175周年的大会演,其中包括由72名部操队及警察乐队成员带来的无口令操表演。 警权队的警权表演,机场特警及反恐特警队的反恐挑战赛,警队护送队的护送组驾驶示范和要员保护组演练,还有飞虎队的反恐演习等。 精彩刺激的表演让观众大呼过瘾。 除了丰富的节目之外,现场还设有警队专备展览,展出装甲车和快艇等,亦设有模拟设计体验区,VR摄影技术摊位,各种游戏摊位和现场乐队表演。 同时还是有多个展览介绍警队的历史发展等,让市民深入了解警队生活,拉近与市民的距离。 此次活动也深受市民喜欢,记者在现场看到,上午8点多已有不少市民在警察学院外排队等候。 大会演结束后,也有很多观众热情与警队人员合影留面。 不少市民表示,通过这样的活动,让他们更了解警察生活,觉得安心与自豪。 一家四口,老婆和两个儿子,就因为想看警察另类的工作是怎样的。 平时在街道,电视不是那么常见的,认识更多警察的工作范畴。 是的,第一次,很好,很自豪,让他们知道香港警队的历史和状况。 很开心,今天的表演很精彩,觉得警察很英勇,我们看到他们很努力地保护市民,我们都觉得很安心。